这一只打的是什么呀 这打的是什么呀这把 七岁呀 3比0 这团战打得太有层次感 打得太乱了 有点变形了 有点像狼队打一次打 最后一把 跟变形了一样 好的兄弟们 A仓位在下赛 手上滚轴贴近镜 但0比3隐害落败 那新赛季新成员 新教练新组成队伍 这场比赛打得有问题吗 概括就两个字 问题 运行过错的话说 这他就是在非法阻退 下次打的比赛记得加好友 但其实啊 这也正常 毕竟是下赛赛的第一场比赛嘛 可能队伍整体还没有模合好 新选手还没能适应 就像手法失误的 选抽了英雄一样 下次记得努力吧 那局BP的话 是没有考虑选军团 当时说 可能是选手有一点紧张 没有来得及去选到 我们对应的英雄 说这小时候啊 月光在直播的时候 直接质疑了小时候的BP 而且凭自己在解说时 输到了AG的BP问题 这把他BP上就已经被套路了 是的 红色方的BP被蓝色方套路成这样 马超阿古独 第二把弹弓 第三把大强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拿得这么粗 这是我提出的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TDG连续拿了三把 版本最强势的提示 第一套马超阿古独 第二套弹弓 第三套大强 而且拿得这么轻松 这是我的疑问 为什么连续三局 为什么连续单球 广投TDG能拿到版本最强势的提示 在哪里